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偏方小百科》,我是Ken 今集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三种最主要的食物都要远离 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如果你想吃少点西药,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 订阅点赞,订阅点赞,分享给你身边的主要健康的朋友 百毒之手一定是小麦 为什么会是小麦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小麦里面有一种东西叫Gluton 你现在吃的食物里面有些什么是有Gluton成分的呢? 包括有面包、饼干、冻乳、意粉、薄饼、通粉 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如一些乳粉、蛋糕、蛋糕等等 用面粉做的东西都是含有Gluton的 为什么Gluton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大的伤害? 又或者为什么小麦会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伤害? 原来是这样的 我再说一点关于小麦的故事 其实小麦是一种草 它根本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低的 包括其实麦皮也是 大家如果吃麦皮 有很多麦皮尤其是平价的 它只是写着有薄药等东西 其实这些最好不要买 以前的广告经常说 吃麦皮对心血管有健康 但是其实它对你身体不健康的东西 是会比健康的多 尤其是如果你吃麦皮 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你就要留意一下 当你吃完麦皮之后 你试一下手指 验一验血糖 你的血糖升糖值飙得很高 这是其中一个不好处 所有Gluton的东西 所有小麦的产品 都会令你的胃道素很急速地上升 另一个不好处就是 它进入你的肠子之后 它会令你的肠子发炎 有很多人 长期身体肠子发炎 不太知道 有一些病症叫IBS 大肠激态症 有一种叫Chrome's disease 是肠子会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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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跟肠子发炎有关 为什么肠子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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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如果有抗疾病,吸收营养就更加困難 因為會排出來 另外,在小麥裏面 有一種東西叫phytic acid,直酸 直酸是甚麼東西呢? 直酸如果吸收了,就會阻止身體 吸收其他微量元素的物質 譬如,有甚麼東西會阻止 譬如,升、尾、鈣等等 如果你吸收了phytic acid 吸收升的能力,吸收尾的能力 就會大大降低 所以,如果經常吃麵包 經常吃通粉、意粉、披薩的人 慢慢慢慢到某一個年紀 就會營養不良 原因是因為phytic acid 是阻止了你其他抗物質的吸收 所以,你必然久了時間 會營養不良 加這個全新發炎 包括剛才我說的腸 如果你有關節炎 試試停止兩三個星期 Gluton 你會明顯發覺 你所有身體的關節炎也好 腸發炎也好 眼睛發炎也好 任何的炎症也會有改善 就是跟Gluton有關 另外,Omega-6 Omega-6在小麥裡找到 人體本身有Omega-6 但當然要有平衡比例 Omega-3跟Omega-6的比例 如果是對的話 你就不會有發炎 但如果純粹吸收Omega-6多 身體會長期發炎 而小麥、大麥這一類的產品 裡面是很豐富的Omega-6 所以你吃了之後 長期、長年、累月 你的身體都會發炎 所以如果你想身體健康 你首要的條件 就是割了所有麵粉、Gluton、小麥製的產品 如果你認為麥皮是健康的 你試試割它兩個星期 吃其他東西 吃飯也很高 所以你試試割了兩個星期 或者三星期 所有小麥、麥、Gluton的任何東西 你就會發覺你身體的所有炎症 是改善了很多 另外一隻 又是要提提大家 以為很健康的食物 其實是非常之差的 第二就是粟米 粟米很少人說它是差的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粟米 大家對粟米的形象 好像都挺健康的 因為很多人熬湯都會放粟米 就會令它甜一點 我先說一說 因為我之前上過一個網絡課 就是一個專系教人 保護腸胃病的一個 專科治療法醫生的網絡課 我上了 他就說原來 如果你有任何腸繪養 胃繪養 IBS Crohn's disease 等等這類型的腸餅 你一定要首要條件 割粟米 粟米的所有產品都要割 另外 例如爆谷這些都不能吃 為甚麼呢? 我聽完我就覺得 對呀 原來粟米的那股胃 原來入到腸後 它是消化不到的 那股胃 尤其是你有腸繪養 它會不停刮你的傷口 即是每一粒粟米 會刮一次 經過刮一次 直到排走為止 這對腸是很大的負荷 這是其一第一點 因為粟米的胃 是不消化 完全消化不到 是會擦損你的腸 第二點 因為粟米 其實它這樣說 我又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之前不知道 有這樣的問題 原來粟米 是沒有野生粟米的 所有的粟米 都是人工培植的 即是 本身粟米這件事 並不會在大自然裡存在 這件事是經過人為 做出來的食物 所以粟米最好是小店 第三點是甚麼東西 第三點是黃豆 為甚麼粟米和黃豆一起說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無論是小麥、粟米還是黃豆 今天你買到的 所有這三樣產品 都是經過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有甚麼不好呢 其實很簡單 有很多人都不明白甚麼是基因改造 其實基因改造很簡單 就是這三種本身的農作物 這三種農作物 你會給蟲鑄 但是 經過某些公司 他改良了他們的基因 將一些殺蟲劑的成份 放進這三種東西裡 所以 這三種東西是不會給蟲鑄 行不行 另外他們會用一種除草劑 那種除草劑叫Round-up 噴了這個除草劑 基本上甚麼蟲都不會吃這三種產品 因為它裡面 一就是基因改造了 其實這三種東西 本身就是 一種預設的殺蟲劑 另外再在旁邊 灑除草劑Round-up 基本上 任何蟲蟻、雜草都不能生 只是這三種農產品可以生 好了 問題來了 如果三種東西裡 已經有殺蟲劑的成份 當然 科學家會說這三種東西 它的成份 有害成份很少 不會影響人的健康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長年累月 吃這三種產品 它就會令你的腸 慢性發炎 有些人的腸會有狼 即是會有狼種 那些狼種 它裡面就會開始發炎 一邊開始發炎 一邊開始大 直到你會有 癒癢性結腸炎 胃癒癢 腸發炎 IBS 症癢 當你有了這類的病症之後 而你不處理它 通常這類的病人 七八年的壽命 差不多會過生 為什麼呢? 當你的腸發炎之後 你基本上吸收不到 全部的營養 就會令自己餓死 你什麼營養都吸收不到 慢慢慢慢 你所有器官就衰竭 就是因為 現代人吃得太多 這三類的產品 就會導致這樣的問題 有什麼方法 你可以逆轉到 你的腸的破壞呢? 其實當然 你一定要先戒掉這三種產品 不用耐久 你戒掉兩三個星期 你明顯看到 你身體的發炎情況 是明顯明顯的 會降低了 那如果 都不行 你經常發炎 你可以用牛初乳 加上益生菌 為什麼我說 要牛初乳加益生菌呢? 其實益生菌 就是要令到你的腸 多益菌 少了害菌 令到你的腸的菌種 得而有平衡 但是為什麼要加上牛初乳 就是因為 牛初乳可以固定到你的好菌 在腸裡繁殖 因為 如果 你就這樣吃益生菌 其實效用不太高 因為 它很快被身體排走 所以一定要用牛初乳 牛初乳 就是讓它黏在腸壁上 令到益生菌可以得以繁殖 那你有機會 就這條腸的狀態 就可以回復正常 當然 首要條件 你一定要先介紹 剛才那三種食物 另外 如果你要養那條腸 就加上牛初乳和益生菌 剛剛說牛初乳益生菌 你可以縮小的螢光幕 左手邊有個叫顯示更多 按下去就會看到購買連結 如果你是用手機看的話 右手邊有個向下箭嘴 按下去就會看到購買連結 當你付錢的時候 你可以打到這個折扣 ZFN572 就全張單都會多5%折扣 好了 我們這一集就先分享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就記得在右下角按訂閱按鈕 按讚 按鈕 分享給你身邊 注重健康的朋友 好了 我們這集先說到這裏 下一集再說 拜拜